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作为一个汽车新手买车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什么车什么价是选合资还是国产 到底要不要代替的 搞得你是一头雾水 下面咱们就来聊聊买车是选1.5T还是1.5升的 其实1.5T和1.5升的气缸容积都是一样大的 只不过是代替的多加了一个涡轮增压器 大家都知道汽车发动机的动力高低 很大程度上是由发动机的进气量决定的 1.5升采用的是自然吸气 而涡轮增压则是靠着增压器 使气缸内的空气量大大增加 所以同样排量的发动机在消耗同样多的燃油的情况下 代替的会比不代替的动力更强劲一些 并且由于涡轮增压器加大了进气量 也能使气缸内的燃料充分燃烧 这样排出的尾气就更加干净 发动机的积碳也会比较小 当然鱼翼熊掌不可兼得 虽然1.5T的发动机燃油经济性比自然吸气发动机好 但是它的养护成本也比较高 并且故障概率也要高出很多 因为涡轮装置工作时也会起热做工 所以它就会对发动机的水温产生影响 在某种情况下会导致发动机过热 其次因为涡轮增压器工作也需要动力支持 所以当汽车撤离过长或者保养不及时时 也会造成燃油消耗过大的现象 所以终归来说如果追求驾驶快感 那么T的提速体验的确要更好 但如果是追求经济性的话 自然吸气显然要更胜一筹 所以具体选择哪一个 还要看车友们各自的喜好 毕竟每个人都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